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林玉然醫師 歡迎收看今天華視的與眾不同 最近我們的新冠肺炎病毒依然在流行 那為什麼會在流行呢 這主要就是因為新冠肺炎病毒會突變 從以前的武漢肺炎病毒株流行到變成Alpha、Beta、Gamma、Delta 然後又到Omicron 那到Omicron就結束了嗎 沒有 Omicron你知道嗎 剛開始我們知道有BA.1、BA.2 還有什麼BA.4、BA.5 那現在又爆一個叫BF.7 那BF.7是什麼東西呢 BF.7其實也是Omicron系列的一個病毒 它是從BA.5所衍生出來的突變株 那所以它跟BF.5蠻接近的 但是病毒的感染一直在往高傳染性、低致死性的方向走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趨勢呢 其實這是根據物盡添責、逝責生存的一個原理 因為病毒如果越毒 那麼你感染了就死掉了 那病毒沒有人寄生 它也活不了啊 所以會一直留在這個時間很長久的 通常是可以感染人 但是不會讓你馬上就致死的一個病毒株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病毒感染你之後 你沒有死 你就可以繼續把病毒傳播給其他健康的人 那病毒就一直活著啊 所以為什麼病毒會演化到往低致死率、高傳染性的地方走 就是這樣的道理 那BF.7可能會取代BA.5 不過這個BF.7跟BF.5其實不會差太多 大家也不用恐慌 因為它的症狀也是一樣 類似這樣 就是說已經類似上呼吸道感染這樣的疾病在演化了 那上呼吸道感染大家覺得聽到上呼吸道感染大家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但是如果說你會有肺炎 那你會覺得很恐慌 所以現在的Omicron其實大部分都是輕症 都是像上呼吸道感染一樣 少數少數 比如說你免疫力很差的 你是很老的人 那你可能會比較嚴重 那今年冬天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你知道現在新冠肺炎在流行 BA.5以外又有BF.7 那今年可能又要流感在流行的 為什麼有這個趨勢呢 其實你會發現這一兩年來流感是沒有流行的 為什麼沒有流行 因為大家口罩都戴得好好的 然後酒精都噴得好好的 這個預防新冠肺炎的方式跟預防流感是一樣的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我們一直在鬆綁我們的免疫感控控制的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人不可能一直活在這個嚴格的管控制度之下 所以我們一定會慢慢解封 那慢慢解封的同時 新冠肺炎在流行的同時 流感一定會同時流行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很多人 遊樂場所趕去的 餐廳趕去用餐的 集會遊行趕去的 現在選舉在造勢也一大堆了 這個為什麼會產生流行 就是這樣來的嘛 你防疫的鬆綁之後 年代就是流行的開始 那大家也會考慮到 今年冬天都是會流行 一般都會流行流感的嘛 那我們從醫院的這個經驗裡面 醫院已經篩檢到幾百例的流感病毒了 通常都是A型 不管是H3N2或者H1N1 都可能會造成流行 那新冠肺炎流行同時流感也流行 那這兩個疾病一起流行的 其實會更嚴重的 因為他們都侵犯你的呼吸道 你的呼吸道被侵犯的時候 你會受傷 你受傷的呼吸道 又再感染另外一個病毒 你會更嚴重 所以如果兩個病毒同時感染 你可能會數倍的嚴重 會發生 所以今年大家一定要小心 更何況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叫免疫債 免疫債是什麼東西 我們之前欠了很多病毒一些債 這些債怎麼來了 因為大家都防疫得很好 病毒都不感染你 都不感染你呢 你以為你就完全沒有 不會再被感染嗎 不是的 你還是會被感染 因為你沒有免疫力嘛 我們很多的病毒 我們是沒有疫苗可以打的 沒有疫苗可以打的這個疾病 一定要靠自然感染來產生免疫力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個免疫力 你才能不再受到這個病毒的感染 這個就是所謂的免疫債的一個觀念 所以今年的冬天 大家要特別小心 除了新冠肺炎流行之外 流感會流行 再加上許多病毒也都會流行 所以我們目前看到門診 很多的小孩子大人都在感染 就是這樣來的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 謝謝收看 再會 請問 CONCIEC 我們請出頭 Viv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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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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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